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倩 今天呢,我专门拍一个视频来回答一下家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两天,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给小倩发私信呀,评论呀 问了很多关于我们的事情 对,事情的话就是家人们视频里面看到的那个样子 其实见到成语,然后发生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之后 虽然表哥帮我记录下来了 但是我也纠结了很长的时间 我在犹豫要不要发出来 因为总感觉是一些不太美好 是一些负能量的事情 但是有很多关心小倩的家人们一直在问这个事 我想着,总归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所以,很抱歉,让大家看到了一段不完美的故事 人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人生哪能,事事都容易呢 有时候,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确实是我们很多人都难以预料的 虽然,成语给我说了很多可能不是太好听的话 我也不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但是我一点都不记恨他 我也不怪他 反而,我还挺感谢他的 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 他确实给我 带来了一段很短暂 却又很美好的回忆 然后也切切实实地 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给我帮了很多的忙 所以,不管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得给他说一声谢谢 我也祝福他 以后的人生里都能顺顺利利的 还有很多家人们 一直在关心孩子上学的问题 还有成语送给我那些贵制的东西 该怎么处理 在此,我也想给大家回忆一下 就是孩子目前的话 在成里上是全托的 每周的话 周末我去接孩子 接一次就行了 至于成语给我送的那些东西 我准备看后面能不能再联系他一次 这些东西都太贵重了 我准备还给他 可能是缘分未到吧 我觉得好聚好散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权利 小倩虽然穷 但是该是自己的 我会距离力争的 不属于我的 我从来没想着 我从来没想着 赚为己有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以后的路要怎么走 总之 我想给家人们说的是 我没事 小倩很好 我也会加油的 感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他只是生活中一小部分 是不是 过日子呢 也不是拍电视剧 明天发生什么 我们谁也不知道 或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最后 小倩要再一次感谢家人们 对我的支持和关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